同意票 每小时6美元 停止聘用外籍证驾驶员 希望本外籍机师 晋升标准一致 目前劳资双方还在协商当中 常游航空在1月1号调涨薪资前 平均薪水是航空业最低 调涨薪资后 和华航机师薪水相同 不过更新与航空仍然差了15% 罢工行动可能冲击春节输运 工会预计最迟 会在正式发动罢工前24小时提前预告 24小时公布旅客来得及应应吗 我们一定要优先保障消费者 不要每一次都是绑架消费者 来威胁政府 久了没有办法得到社会的认同 针对罢工票决通过 常游航空回应 常游机师人数超过1460人 而机师工会赞成罢工的常游航空机师 有543人 只占了常游航空机师的三成 未来会持续增进薪资福利 不会放弃和工会协商 交通部常务次长林国贤也表示 24号劳资双方将和政府各部门再次协商 希望可以尽快达成共识 三一九港湾学王佩华 台北